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一 我之前也播报过 川普也背诰了纽约的这个女议员 Stephanic 代替共和党众议院第三号人物 会议主席Lise Cheney的位置 那这样的话 本来是这周三会有一个投票 但是众议院的Kevin McCarthy就说 可能会推迟到这周的周五 甚至是推迟到下周的头半周 这其实就是发送了一个信号 其实他还是在看 除了Stephanic还有没有合适的人 或者他们还有没有空间运作其他的人 因为他们都知道Stephanic是川普的铁杆支持者 他曾经挑战2020大选的这个结果 并且他也是在该区选民呼声很高的 他也是连任他的呼声都是压倒性的胜利 所以他这么有声望 而且是支持川普的人 应该就是共和党众议院的一个领袖 就跟乔治亚州的这个Majori Taylor Green一样 但是建制派肯定是不甘心的 所以高手派人士就说 其实Kevin McCarthy就还在试图去构和 或者谋求一个稍微温和一点的人 但是我相信他们可能大势一去 你看那个努姆尼他除了遭到他犹他州的这些共和党人 在这个大会上的喝倒彩以外 被虚以外 实际上他也遭到了他们州的一个县的 共和党人的一个公开的谴责 这就表示其实这些反对川普的人是重判清理的 但是虽然这个众议院的领袖 Kevin McKenzie知道这一点 但是他们还是想利用这其中的机会去翻盘 去试图保住他们的位置 或者是阻止川普的胜利 所以有很多保守派人士就说 Kevin McCarthy一直在推迟 实际上就是在阻挠 那第一我们希望Stephanie 也会通过共和党人的这个投票 那实际上共和党的高层 共和党众议院的党编译也好 还是Kevin McCarthy也好 还有很多其他的议员都跳出来发言 支持了Stephanie 所以Stephanie取代Liz Jennings 就是迟早的事 但是McCarthy这样的做法是非常让人起疑的 这是我特别不信任他的一点的原因 就是他说的合作的经常是两面 他表面上会说支持川普 这是挑战大选的结果 但是反投他就会给川普一刀 这样的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那所以如果共和党要大换学的话 这个Kevin McCarthy是不可以再做领袖的 因为如果2022年 这个共和党人获得众议院的位置的话 那他们就需要一个坚持川普主义的议长 而不是Kevin McCarthy这样的人 Kevin McCarthy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能和拜登政府去抗衡的 所以我希望众议院的共和党人 是会支持真正的川普主义的这个人 否则的话众议院的控制权 虽然在共和党的手上实际上他也不能够全力支持川普的这个政策 这也是会非常糟糕的 这会让川普假设2024冲回白宫的话 会给他的工作带来阻力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就是应该把他们彻底的清除掉 实际上Lindsay Graham也好 还是Kevin McCarthy也好 包括共和党的这些人 其实都意识到川普和他的选民的力量 Lindsay Graham也公开的表示说 现在川普是唯一能够帮助共和党 或者是毁灭共和党的人 他是唯一的一个人 这个话其实是说的很明白的 就是他们都意识到了川普的力量 但是他们还是在阻止川普的议程 所以那下一次的选举的话 共和党人就必须抛开这些人 因为虽然Lindsay Graham在给川普戴大高帽子 说现在共和党就是川普的共和党 不是说我们要不要川普主义的问题 而是说川普戴不戴共和党丸的问题了 对不对 但实际上他们还是在暗戳戳的 去反对川普的一些议程 所以这是选民应该非常谨慎的一点 那我前几天有做节目说 Lise Cheney她不是4月28号 她在国会大厦的时候 戴了一个KN95的口罩吗 我当时就觉得特别起义 因为这是中国的口罩 不仅是这个Made in China 而且是Designed by China 就是她是彻头彻尾的中国的产品 你其他的医疗手术口罩 或者是N95 还可以说是美国的产品 只不过是在中国制造 这个KN95就是中国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口罩 所以我当时特别起义就觉得 Lise Cheney肯定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那果然美国的一个媒体国家卖动 就发现她先生跟中国有很大的关系 她先生的名字叫Philip Perry 这个很奇怪 就是他们两个就不是同性的 所以Lise Cheney还是保留了她爸的姓 就是Cheney这个姓 因为她爸的名声比较小嘛 所以她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她会得到便利 所以为什么她还是用Lise Cheney 她嫁了人 她也没叫Lise Perry 那anyway 她的老公Philip Perry呢 她在之前在布什总统卸任之后 她就进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因为之前他们都在帮 Dick Cheney就是前副总统 布什的副总统 Dick Cheney就是Lise Cheney的爸在做事嘛 所以小布什一些人之后 那她自己就进入了一个很有名的律师事务所 瑞森国际律师事务所 那这个律师事务所还在北京和上海有分公司 那他们还代表了几个跟中国政府相关的客户 还有跟中国军队的相关的一些客户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他们跟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关系 其实不是那么一般 虽然只是说是律师事务所和客户的关系 但是你怎么样拿到这些客户的呢 你想想在中国他们要找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话 找一个国际律师事务所在美国代理他们的话 他绝对是要找关系的 对吧 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找到你 那种按资历来挑的事是很少的 那即使他们之前没有关系 不是关系介绍的之后认识了 这个互相代理了 有了信任 那你想想他们能够帮谁说话呀 那律师事务所肯定也得帮客户说话嘛 所以那实际上他们服务的这些客户 又跟中国的军方和中国的政府有关系 所以你想他们其实就是在为这个军方和政府 间接的在服务 瑞森国际事务所在他的网站上也还在吹牛皮嘛 就说你看我们为这个腾讯 在美国提供投资咨询服务什么的 这就是一个lobbyist的一个行为嘛 腾讯已经被美国国务院旗下的一个 国际安全与不扩散局列为中国政府的一个工具了 那所以你如果在为他提供投资咨询 实际上也可以说间接的在为中国政府工作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他们跟中资有很多的关系 那腾讯又是川普政府之前极力在打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为什么千里要反对川普也是不言而喻的 估计客户在跟千里老公的这个律师事务所打交道的时候 也顺便送了几箱口罩没戴完的 所以千里拿来戴了 否则的话就是专门进贡给他的也说不定 瑞森事务所那他还吹牛说 他们成功的解除了川普时代 对Costco的一个禁令 这是中国远洋的禁令 那大家都知道中国远洋的跟中国政府的关系 他在上海虽然是一个船运公司 但是他的这个中国政府的背景其实也非常强大的 他还曾经被美国国务院的一个特别工作组称为中共的这个隐蔽部门 那之前香港的特首董建华就是Costco的嘛 而且在这个Costco的这个网址上 13个高管中有11个人吹嘘自己跟中国高层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到这个都是官商议题的 那这个官商议题的公司又再一次跟腾讯一样 再一次找到了瑞森国际 然后去帮他们解除了川普对他们下的禁令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Chene和他老公对川普的态度就可见一斑 那Chene本身他老爸是小布什的这个副总统 那布什就是一个never trumper 他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你看他明里按理做的事全部都是反对川普的 然后他最近又在和民主党人一起推进非法移民的特色 所以布什家族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沼泽家族 也是一个最大的跟民主党合作的建制派的共和党家族 所以我相信川普一战之后 基本上在很多年内都没有布什家什么事了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我希望你喜欢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 我感谢您的收看 轩道 今天